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武童是你父亲 武童是你亲生父亲 这个秘密只有他 我姐 还有我知道 你别跟我开玩笑 跟你说这是真的 不是 这种事情我怎么能跟你开玩笑呢 你肯定 别瞎话骗我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 不行 你要告诉我真相 你不信是吧 你不信你可以回去问我姐啊 你不信是吗 你不信是吗 其实武童很明白 所谓 亲生父母小 养生父母大 所以当他知道 我姐西夏只有你一个孩子的时候 就打消了任你的念头 能把嘴闭上吗 能把嘴闭上吗 我明白 这种事情 忘了谁都一时接受不了 我没他这样的父亲 唐烟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 喝的东西都是无法改变的 我爸叫唐开元 在抗日时期已经去世了 唐烟 你必须面对现实 你要我怎么面对现实 难道让我认他这个父亲 下车吧 下车吧 走了这是 前面四平遇到共匪 今天车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 可我们要去藏住呢 所以你想办法 下来 都别动 别动 都别动 别动 长官 出什么事了 别去 门女士 门几高在哪里来的 长官 想骂盒的 到铁连干啥来了 家人生病 来买药的 有落条吗 用 用 共党要打四平了 派了几座探子到铁连了 没事的 别带在城里 早点回去 马上到时吃枪子 是是是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是干啥们呢 整会 是这样 我们呢 是从沈阳到长春的 这回路上又要打电 火烧走不了了 我们出来吃点东西 路条 有 路条 路条哪儿的 没有路条 肯定是够闹到的探子 你不会让我们 让我抓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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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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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整路条了 这世上就没有后悔药可吃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呢 要不然量出你保密局的身份 没准咱能脱身呢 谁是保密局的 至少咱得想个办法出去吧 不得让武统知道咱们被抓了 你先让他来救我们呀 发情不信 台湾不救 你以为这个我没想到啊 昨天 看你睡着的时候 我已经偷偷 给烧门的 塞了两个金片 让他给家里打电话了 金片 哪儿呢 你看 行啊你小子 行了 你就踏踏实实等着 借我们出去吧 行 哪儿呢 哪个部分呢 保密局 铁灵组中文警报员 我们组长之命来提两个人 进去吧 进去吧 小子拿来了 坐下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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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打黑棍呢 对不起了 唐上尉 你这个勾结国民党 打特务的汉奸 从哈尔滨逃跑以后呢 总是还营救了一个 潜入的国民党特务呢 我们找你好久了 你们都什么人啊 共产党啊 共产党可不能冤枉老百姓啊 长官 你一定弄错了 我的这位兄弟啊 压根就没勾结过特务 弄错了 这什么人 这边人是你的吧 长官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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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人给谁打不掉 巫童 巫童是谁你知道吧 保密局的大特务 杀人不眨也能魔王啊 你是谁派来的 马寒帮你知道吗 我是马科长派来的呀 放屁 我带你走 我不走 我不走 老实点 我告诉你 给我放老实点 这里是铁梁 不是沈阳 十个武童也救不了你 老老实试着跟我们走 去哪儿啊 二宾 往那儿的民主中 审判 带走 走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快点 沈副局长 找到唐叶了 找到了 我让他们秘密地押过来了 唐叶他们现在非常危险 曾处长 马上通知沈阳铁岭的控制 让他们全力营救 不能出任何差错 是 任先生 你好 武兄别来无恙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东北风 坐 坐 坐 好 你先下去 下 你不是在东北角总 当情报顾问吗 跑到沈阳来干什么呀 我这次来 是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 有关樱花军团的事吧 你知道樱花军团 这番国内的事 没有我们保密局不知道的 就在吉林的东边山里头 隐藏了一支 数千人的日本精锐部队 他们还在妄想着 能够复辟满洲国 能够再建立大东亚共用圈 还在做的这个梦呢 你怎么知道 如果不是我们共同的老师 和黑龙将军亲口告诉你 你不会有任何渠道 得到这个消息 云集密码 当转老弟 你们在我面前 真的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看来这真是天意 登上老弟 其实你这次秘密地来访我 我也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即使你是一个很清醒的人 你对着这个樱花军团 他们心存的妄想 心里非常地焦虑 你是想从我这儿 回探到国军队这件事情的看法 然后替他们选择一个最好的善终 今非昔米 日本不起手造进 这是一句很清醒的话 能允许我对五兄说句清醒之言吗 请 贵军的士兵实在不敢恭维 人虽然比共军多 装备虽然比共军好 但是在战场上很难占有上风 连南满萧金光如此一个骗尸 贵军似乎也奈何不得 可是在东北的几十万国军 如果正要去歼灭这个 只有几千人的樱花军团 结果只能让他们化为 一团汇烬 你可以为这一华军团做两个选择 一个 是为我们国军去当刺刀 和共军在战场上兵人相见 另外一个 那就是在我国军十五万门大炮之下 统统化为一理情业 对 吴兄说得对 共产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好 我要谢谢滕川老弟 因为樱花军团 选择了最好的归宿 我也要感谢吴兄 感谢一直以来 对小你心自的关照 她是你女儿 她是你女儿 也是我的一女 吴兄 出任务去吧 要明天上午才能回来 好 好 来 请坐 好好好 好好好 老哥啊 我还想问一下吴兄 你是怎么知道 运气密码的 我儿子就在我身边呢 唐爷 好 好 好 别误会兄弟们 别误会啊 我是保密局铁领组的 你怎么知道 老爸的 看回去怎么巴你的皮 都下来 快 两位辛苦了 柳医生你看这儿 有人跑了 有人跑了 你就这样把他杀了 我不杀他 他就会把你带回江北 把你杀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出事的 干爹接到匿名电话 立刻就给铁领下了命令 又担心你 就把我派过来 没想到真的出事了 那 他们是什么人 你没听他们说 他们是从宋华江北边 专门来抓你的 就是你们的人干的 就是姓马那小子派人干的 你 魏先生 请吧 既然武童敢让唐叶重见天日 那就说明 他对唐叶有绝对的把握 如果这个时候 咱们再去逮捕唐叶 万一审不出什么来 咱们就更被动了 那 就这样罢手了 没那么简单 吴局长 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们又见面了 我相信我们谁也不愿意这么发生 是啊 谁让他只是一场 蹩脚的小戏呢 不 这可是个好戏啊 共产党居然派遣人 进我们国统区 来抓一个无辜的青年 令我惊讶 那不是共产党 他们不会那么做的 会 唐叶 那个马科长就会 他巴不得 我回不去呢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时间会争鸣一切 空口无凭 你要说不是马汉鹏干的 那你摆出道理来 好 我现在不跟你争这个 你不跟你说 吴局长 你得尽快把我们安全松口松花条 你却在共产党的人员已经都盯上你们了 我得想个万全之计 我不走了 我留下 唐叶 你说什么呢 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我不想过去之后有人在背后打黑枪 老舅 你走 唐叶 这么说就是你不对了 你不走你让你老舅一个人走 他岂不危险呢 他不跟我一道 不会有危险的 他们的目标是我 你说呢 人格有志嘛 但是你得保障他的安全 那没问题 只要这小子不给我惹祸就行啊 你也不能逼他 干他不愿意做的事 没人能逼我 干我不愿意做的事 他现在公开的身份是我们保密局的军官 我们保密局的工作他必须要去做的 我也不做你们保密局的军官 你不当这个军官 你在这儿一天都待不下去 唐叶 他说得没错 要想留下 都有一个正当的身份 行行行 保密局就保密局 吴局长 一般事务性的工作呢 他是没问题的 不过我相信 您也不会让他干危险的事吧 抓你们共产党拍过来的情报员 就是我们保密局一般事务性工作 我想唐叶会知道怎么做的 这事特别通行症 但是只有五天的期限 到了松花江边会有船送你过去的 五天之后 别再让我的部下看见你 老舅啊 跟我来一趟 我写了封信 帮我交给立委 允信 你怎么搞的 好好的怎么从这变卦了的 我都给你挤着多少次了 不是我们 我要留下来 我要看看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我父亲 我的话你还不信 当初打日本人的时候 他那么勇敢 杀共产党的时候 又变得那么残忍 我一定要弄明白 我不能带着一本糊涂杖 回沈阳 一辈子糊里糊涂的 Kyle 救命 他怎么在这前面 用电锂 因为她还我 学是每天都都敘了 没有 ikal 自己小心点 你也是 回去吧 回去吧 干爹 魏西光早了 好 那你去帮我把朋友请上来 好 你老舅在路上 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他一定会告诉你 坐下 你坐下 坐下 您到底 你必须永远给我记得 你的父亲叫唐开元 母亲叫魏月光 我姓武 我只是你父亲在二十年前 救过的一个老朋友 可我老舅说 他维护你我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他为了他的信仰 跟他的组织 跟你说的每句话 不见得都是实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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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还好吗 挺好的 一直住在这儿 对啊 条件不错 条件不错 通常先生 请吧 你带江上军干过 你也救过我 也救过洪月夫 你想想共产党为什么不抓你 其实他们每一天都记得这个事情 再说那个马汉鹏好了 怕不得亲手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去 可你老舅为什么处处在袒护他 处处在为他说好话 你想想 他说的每句话你都能相信吗 其实啊 你能留下来我已经很高兴了 但是我就是担心你老舅会拿你我的关系 来威胁我 我老舅不是小人 他说过不告诉别人的 就不会跟任何人说 但愿如此 还有唐叶啊 还有唐叶啊 我希望等国军回到哈尔滨去之后 把你调离开保密局 另外给你找一个适合的工作去做 但是现在你穿着保密局的军服 你就必须替保密局做事 否则会引起别人的非议 非议 什么非议 所谓之妙小妖风多呀 这种事到处都有 你应该也有所体悟 就算这件事是为了我 为了你的 武术 为了您 好 我可以现在您的机关工作 我 可是 您不能逼我 做我不想干的事 干天 看看谁来了 客人来了 讨厌 腾川叔叔 腾川叔叔 好了 你们两个一年多没见面了 好好聊聊 好 小航 走 坐 你去交代后房 交管者多做几个好菜 还准备点好酒 你可得陪我这日本朋友腾川 多喝两杯 好 快去 您跟他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他很多事情 您一定都知道 您能不能告诉我 他到底 他到底 是不是我的生父 您觉得 有隐瞒的必要吗 我已经知道了 我只是向您证实一下 原来您早就知道了 是 我知道 我还知道 你许多不知道的事情 藏业 你知不知道 你的父亲 都是你 吴叔 这么多年 为什么没再结婚 他是一名军人 军人 就要忠于他的政府 可是他忠于的政府 却在松花江边 赶鸭子 还派飞机 炸了百姓的面粉茶 这不是他的初衷 作为一个人 又是世无奈的 这我知道 好 那妈 你去年 还对你武术 一无所知的时候 你就和他 成了忘年之交 告诉我 你看中他什么了 他的忠意 他一无反顾地 保护松花江 他的举动 为我敬佩 那么现在呢 既然知道了这层血缘关系 你想不想 认下你这个亲生父亲 庞川叔叔 这正是我要请教您的 他好像不愿意让我公开承认 这更是他的忠意 因为他知道 你还有一位父亲 那就是救过我和他的 那就是救过我和他的唐开元 是唐大哥和大嫂 从小把你抚养长大 他深深明白 要父母对你的恩情天高地厚 他们永远是你的父母亲 他 我不会离开我的母亲 我会永远照顾他 可是吴叔他 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这种男人 值得你一生憧憬 你还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 还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 你母亲在哈尔明没有危险 但你武叔身边却是玄像患生 这种玄像 是因为你给他带来的 您的意思是 中国有句俗话叫 树大赵风才高赵姬 你武叔身边不仅有意识 也有小人 小人 我明白了 她是一名军人 军人就要忠于他的政府 你父亲是一个男子汉 他深深明白 要父母对你的恩情天高地厚 他们永远是你的父母亲 这种男人值得你一生憧憬 你母亲在哈尔明没有危险 但你武术身边却是喧相患上 这种喧相是因为你给他带来的 你对我来的生命 你对我来的生命 你不来的生命 你还能不来的生命 你也没人 你不来的生命 你不来的生命 你要不来的生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干爹 想什么呢 我在想海东青在很久以前 给我来的一封电报里头提到的事 他说什么了 提醒我不要终止对唐叶使用离心剂 这么说来 海东青早就替干爹把唐哥往我们这边赶了 当然 海东青就是这样的高手啊 只可惜 测响车被共军夺去以后 他已经好久没法给我们发报了 那我们应该赶紧想办法才对啊 学长 是我 好 进来 什么局长 局长 我有点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 好 局长 我是这样觉得的 我们可不可以多派一些情报小分队 潜入共渠 以应付当前的形势 以数量求质量 这构想很好 这是长春战那个宋仪良啊 做事太没有张法 我不放心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所以我建议去找派得力的干将 到长春战去当副战长 加强长春战的力量 你觉得谁合适呢 唐叶 唐叶 他才刚来不久寸功为力的 你派他到长春战去当副战长 这不合适吧 唐叶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呀 唐能在共军的围追堵截之中 把黄岳夫安全地带回来 就足以说明他的能力之强 更有力的是 他到了长春之后 可以遥控指挥和激活 咱们安排在哈尔滨的那些棋子 这些个棋子都跟他一样 是哈尔滨土生土长的 人手 地手 这样比咱们重新派人去 要方便和有力得多 道理是有的 可就是他资历太浅 到长春战去恐难扶众啊 不会 从他成功地揪出来 藏在长春战里的内奸 凶打魁 长春战的人就没有不服他的 当然 作为一个副战长级的官员 他的军衔应该晋升为少校才是 什么 啥 让那小子来当副战长 他算个什么玩意儿 这是沈副局长亲自提议的 沈副局长 沈副局长就是把他交给你 明白吗 好 好 请转告沈副局长 我会热情地欢迎唐爷的 这也会很热闹 报告 进来 这什么 治疗咳嗽的 我也没咳嗽 你前几天咳了 我都听到了 今天叫你来 是想派遣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那也得是我愿意干的 到长春战去给我干副战长 我不去 这是命令 命令我也不执行 我现在只待在沈阳 待在您的身边 我能明白 不过呢 你也不用担心 共产党现在还没那个能力 派人到沈阳来暗杀我 可是你现在最大的敌人 不是共产党 是来自你内部 内部 国军的内部是精诚团结 上下一心的 说我们搞内斗的 那是共产党夸大的宣传 那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 现在不说这个好吧 我派你去当这个副战长 那只是表面的 实际上你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去保护好你腾川叔叔 去不去 腾川叔叔 上一回熊大葵的事 你算是得罪了那个宋依莲吧 刚好在这个时候 有人推荐你到长春去 这各种的滋味 你能尝得出来吗 您就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 抓住 任何把柄 还是那句话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这次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等你腾川叔叔的任务完成以后 我立刻把你调回沈阳了 只要有我在 没人能动腾川叔叔一根头发 好 别说得那么慢 千万不能大意 是 等到了长春以后 除了我交给你的任务之外 其他事别随便乱插手 免得宋依莲他们觉得 你是去耗房子的 耗房子 就是去抢别人的职务 知道了 我已经叫柳航替你收拾东西了 吃了午饭就走 吃了 吃了